繁花 作者 金宇成 第十六章 一 这天夜里,阿宝眼看苏安进来,面对一桌客人,指令汪小姐,立即去做人流手术,轻悠悠,疑字千军。 汪小姐滴酒未沾,云发七亮,面留三分假笑。 徐总立刻离坐,拖了苏安就走。 苏安不肯从命,推来嗓去,想吃多了酒。 两个人刚一到包皮房外,李李一个眼神,阿宝关紧房门。 进场…… 大家不想…… 李李讲北方话说,各位,再来个点心,上海生间,蟹黄小龙,相当不错的。 古太眼睛咕噜噜看定汪小姐,讲北方话说,这是咋回事儿?什么人啊? 她说什么了? 李李说,这个吗? 林太说,我已经好饱,试不下了。 林太凑近陆太蜜语。 阿宝说,来一碗酒酿小园子。 林太说,这个……真的不要了,时间不早了。 陆太忽然说,哎呀……我们还是先回吧。 刚想到一件事儿,我得去一趟恒山路,看个朋友。 古太狐一说,怎么了? 那咱们……先走一步,服务员……买单吧。 李李说,买什么单啊? 阿宝见汪小姐面色凛然,准备开枪,欲言又止。 古太客气了一番,拉拢手带拉链,与林太……陆太匆匆忙起身,告辞。 李李跟随送客。 汪小姐也立起来,样子僵硬,客气了一句,但声音太轻,不知所云,目送三个太太出门。 包皮房里,只剩阿宝与汪小姐。 阿宝让服务员离开,关紧房门。 汪小姐摇摇头说,我的眉头,出到了南天门,碰着赤楼了。 阿宝不想。 汪小姐说,也太滑稽了。 阿宝说,怀孕是真的,还是假的? 汪小姐发恨说,等徐总进来,我倒问一问了,苏安有啥资格,对我指手画脚。 阿宝说,去一趟长熟,就有了身孕。 汪小姐说,关苏安屁事,真是好笑,还好意思叫我去红房子,十三点。 此刻,李李进来,乌云满面,随手关紧房门。 汪小姐说,徐总呢? 李李说,服务员讲了,徐总的车子,一直停门口,两个人,上车就走了。 汪小姐气急说,看到了吧? 我当初太相信李李了,徐总有多好! 做人热情! 样样好! 现在呢? 李李说,啥? 我根本一句不想。 只记得有一种人,不想带老公,非要自家散心,要放松,现在好了,松出大尸体了。 汪小姐不想。 阿宝说,吃了浇杯酒,发了脾气。 最后,吃摊了,掺进楼上的房间里。 汪小姐说,就算我怀孕,有啥呢? 我有老公,正常呀…… 阿宝不想。 李李说,这天下午,大家集中到天津里听谈词,有两个人,一男一女,为啥不露面? 汪小姐说,男女坐到楼上,关紧房门,一定就是坐呀。 李李不想。 汪小姐一笑说,老实讲,这天我呢,最多让徐总抱了一抱,香了几季,这就怀孕了。 笑话。 李李不想。 阿宝说,后来呢? 王小姐说,后来嘛……后来就是听唱片……吃茶……谈它呀……。 李李不想……王小姐说……现在我再一次生命……我怀孕……是私人是体……我本来就想生一个……。 李李不想……王小姐说……我可以老实讲……到长叔之前……我身上已经有了……。 阿宝陈英说……有了身孕,硬要吃白酒……这不大像。 王小姐闷一阵说……我老实讲可以吧……。 阿宝不想……李李眼睛看台面。 王小姐说……我跟洪庆,已经办了假离婚。 阿宝不想……。 阿宝不想……。 翰小姐说……主要是为了怀孕,不影响洪庆的职位。 办了假离婚,立刻也寻人假结婚。 是洪庆拖了人,让我跟一个新老公,开了结婚证。 三方约定。 讲起来是结婚,肉体不可以接触。 登记这天,办事员面前,我跟新老公,只拉一拉手,然后我签进对方的户口里。 洪庆付新老公费用,百分之三十,等到小男出生,抱进对方户口,再付三十。 然后……我就离婚,再跟洪庆恢复婚姻。 我跟小男的户口,再签回来。 余款全部付清。 李李不想……。 汪小姐摇头说,结果呢,办定了协议,领了结婚派司。 医院里查出来,我是假孕,怪吧……一场空欢喜。 洪庆就紧张了,因为跟新老公的协议,一年为限。 阿宝笑笑。 汪小姐说:"这种事情,我真不想讲,别人当笑话听。 阿宝说:"后来呢?" 汪小姐说:"怀孕泡了汤,洪庆就跟新老公打招呼。 耐心等一等,协议再拖一拖,新老公。 洪庆的驾驶员介绍的,钟表厂下岗工人,会武功,脾气好。 阿宝说:"名字叫啥?" 汪小姐说:"登记这天,洪庆,驾驶员陪我,户口签进新老公的地址。 所有阶段,我一声不响。 阿宝说:"新老公地址,是啥地方?" 汪小姐说:"苏州河旁边,墨干山路。 阿宝说:"慢,新老公叫啥?" 汪小姐说:"叫小毛,做工厂门卫,有啥不对吧?" 阿宝说:"名字呢?" 汪小姐说:"只看了一眼结婚证。 我忘记了,驾驶员叫新老公小毛,我就叫小毛。 阿宝说:"小毛讲啥?" 汪小姐说:"我告诉小毛,情况有变化,再次怀孕时间,讲不准了。 小毛讲:"阿妹,不要紧,一切好商量,无所谓的。 三个人闷声不响。 李李说:"讲得漏洞百出,假离婚假结婚,对外面保密。 这我可以理解,到长叔之前就有了身孕,明显是说谎了,具体真相是啥。 汪小姐不响。 李李说:"为啥苏安会吵上门来,关键部分,一句不肯讲。 汪小姐不响。 阿宝说:"也许苏安的眼睛间,我以前的老邻居,绍兴阿婆,只要看一眼女人家的走向,身价,就可以明白,究竟是丝带黄金,还是怀孕。 李李说:"如果苏安是这种老妖怪,有这种烟火,可以到红房子做堂了。 阿宝笑笑。 李李说:"苏安的消息,肯定是许总透露的,许总的消息,是啥人讲的。 汪小姐闷声不响。 李李说:"这是瞒不过去了。 这种坍台的事体,要是让红庆晓得了,我等于是拉皮条了,带坏别人的老婆,领了梁家妇女到长熟,胡天野地。 红庆就是戳我两极大头耳光,也是应该的。 汉小姐叹气说:"哎呀……现在我开始老实讲,可以了吧。 李李不想。 汪小姐说:"怀孕是一场空欢喜。 到长熟前一天,我再去检查。 医生看了看讲,已经看见。 我又有一粒优质卵子,要我努力。 我现在,等于讲到个人隐私了。 当时,洪庆也一直去看南科。 因为数量不足。 医生讲:"这一次不足,下一次,也可能提高。 老婆一亩三分田,老公要认真种,多付体力劳动。 以前老毛最高指示。 每个人,要自觉自愿。 做播种机,做夫妻。 只要认真种田,就有好收成。 医院回来当夜,马上就种田。 坏就坏了。 接下来,三个字。 当时我想了。 我这样一个弱女子。 结婚。 离婚。 结婚。 我已经三趟了。 眼睛一煞。 我拿了三本派丝。 上海人讲。 我已经两婚头了。 我心里烦。 到了夜里。 我还要配合,跟洪庆插秧。 中道。 我等于是犯法。 等于试过婚外性生活。 我等于压拼头。 我裤袋子送。 真是作孽。 因此。 我思想活了。 也想去外面,去放松。 结果蛮好。 放出了大尸体。 李李说。 讲得对路了。 汪小姐说。 救老公,离了婚。 新老公,又不作数。 我到了长熟。 当时对许总的印象,是不错的。 要吃就吃,想醉就醉。 结果呢? 弄我到楼上去休息。 醒过来,帮我换了玉。 糊里糊涂,两个人就做了这桩尸体。 李李咳嗽一声。 阿宝说。 后来呢? 汪小姐说。 从长熟回到上海,寿头红庆,还是振兴农业八字方针。 以农为本,开荒种到种卖。 抢种插秧。 单寄道。 双寄道。 夜夜深耕,弄得我昏头昏脑。 一个月后,肚皮有苗头了。 有了。 洪庆的检查报告出来。 数量也是达标。 我这就烦难了。 不上不落。 跑到玉佛寺里。 几次许愿。 求求菩萨保佑。 一次走出庙门,请一个瞎子算八字。 瞎眉头想了半天,吞吞吐吐讲。 目前形势,大到不妙。 瞎子居然明明白白看见,有两条蛇。 阿宝说。 是假瞎子。 汪小姐说。 蒋是开天眼。 明明白白看见有两条蛇。 盘紧一只蛋。 比较复杂。 我当试一下。 因为洪庆与许总,同样是鼠蛇。 瞎子讲。 一般情况,是蛋壳一破。 两条蛇游走,或者其中一条蛇,一大口吞进了蛋。 连带对方这条蛇,也统统吞进肚皮里。 世界也就太平了。 但是目前,这只蛋,过于大了,可相当硬。 两条蛇抢来抢去,吞不进,吃不辣。 我问,蛋是啥意思? 瞎子讲。 蛋,就是目前一桩大尸体。 我一下讲,有啥解决办法吧。 瞎子讲。 如果主动敲破了蛋壳,世界就太平了。 我心里一抖。 怀孕得来不易。 要我去流产。 不答应。 我付钞票离开。 回到房间。 洪庆得知怀孕。 殷勤周到。 新老公也马上来电话。 恭喜我怀孕。 老三老四的腔调。 要我细心保胎。 多吃营养。 我表面笑。 心里虚。 现在想想。 我倒常熟。 是贪酒贪色。 眼泪朝肚皮里咽。 李李不想。 服务员开门想进来。 李李一挥手。 门关紧。 汪小姐说。 我就跟徐总通电话。 讲明我怀孕了。 徐总无所谓。 笑了笑。 只讲徐家慧房价涨跌情况。 我就气了。 惯了电话。 隔了一天。 苏安就来电话。 一只接一只。 打乖骂人。 先将我诈骗。 后来逼我去红房子。 我气伤心。 决定不踩。 不接电话。 接下来。 苏安就不想了。 徐总还算好。 几次约我碰头吃饭。 我只恨苏安。 想当初。 就是吃了苏安一杯酒。 拿我摆瓶。 让我昏头。 让大家看笑话。 看我洋人虎口。 昏倒楼上。 我等于是脱光了送货上门。 一电不直。 这一次。 苏安翻了面孔。 我总算明白。 姓苏跟姓徐的。 穿了连当裤子。 汪小姐讲到此地。 拿出纸巾开眼泪。 李李说。 但要是敲破了。 洪庆就疑心。 如果保蛋。 苏安美业。 睁眼到天亮。 真要是徐总的骨血。 接下来官司。 遗产。 民愤。 朝朝翻翻。 汪小姐不想。 阿宝说。 照阿婆的绍兴话讲起来。 这就叫见胎。 汪小姐趴到台面上。 当场就哭。 这天下午。 康总陪了三位老总。 赶到昆山。 谈定了生意。 主方设宴招待。 饭后进K房消遣。 陆总先是醉了。 携到沙发上。 闭目养神。 少爷摆上水果。 白群小妹开了酒。 陆总毫无知觉。 妈咪领来十余位子群小姐。 鱼罐进入包皮房。 排队立齐。 陆总醒了。 讲北方话说。 我先瞧瞧。 哪位是大美女。 大家不想。 陆总走到小姐队伍前。 一个一个细看。 笑眯眯看定一个。 握手问候。 热情拥抱。 哈哈哈哈。 笑容满面。 拍拍抱抱。 小姐素质高。 见过各样世面。 面对热情过分的客人。 自然配合。 一个哈哈。 一个吃吃吃。 笑声一片。 十余人抱完。 陆总等于首长检阅。 深情问候说。 小姐们辛苦了。 小姐齐声道。 老总辛苦。 陆总一一细看。 退后三步。 软声说。 哪位美女想上床? 自个儿站出来。 队伍里有五个小姐。 一个接一个。 羞答答朝前跨出一步。 姿态娇颜。 笑容可拘。 陆总不想。 大家不想。 也就是此刻。 陆总忽然退后了两三步。 面色游笑变凶。 变为猙獰。 只半秒钟。 怪叫一声说。 都给我滚。 什么狗屁美女。 什么小姐。 歪瓜裂枣。 真他妈差劲。 都他妈的滚。 统统滚蛋。 滚出去。 全部滚出去。 滚出去。 康总当时一下。 陆总身材矮小。 最后几声喊叫。 借助两手动作。 浑身飞跃。 拍手拍屁股。 用尽了浑身力气。 蹲到地上。 喉咙嘶哑。 痛心疾首。 妈咪吓得低到尘埃里。 小声说。 出去出去。 快。 小姐低了头。 蛇一样快速溜走。 妈咪转身陪笑。 讲北方话说。 这位大哥,别那么大声成嘛。 我胆静。 陆总上去,一把抱住妈咪。 笑笑说。 对不起对不起。 我怎么了? 我可以啊。 妈咪挣扎。 拉一拉肩带说。 小姐还要不要了。 陆总说。 要呀。 赶紧带过来啊。 赶紧的。 陆总退后一步,向妈咪深深鞠躬说。 真是对不起了。 给您添麻烦了。 劳驾您了。 请再邀请一些小姐过来。 妈咪七婚八素。 心事冲冲出去。 大家不想。 陆总嘿嘿一笑说。 小妹点歌。 点北京一夜。 大家不想。 音乐起来,金字金韵。 此刻门外,妈咪领来十余位小姐。 见陆总唱歌,缩头静后。 陆总拿了话筒,搅一顿,并不顾忌音乐节拍。 用足丹田之气,高声唱道。 One Night in Beijing。 我留下许多情,不敢在午夜问路怕。 走到了百花深处人说。 百花的深处,住着老情人,缝着绣花鞋,面容安详的老人,依旧等着那出征的归人。 拔酒高歌的南Gel是北方的狼族人说。 北方的狼族,会在寒风起,站在城门外,穿着腐袖的铁衣,呼唤城门开。 以上歌词,有男声女声,高昂难唱。 但陆总句句唱道。 五音不全。 情绪彻底投入。 身体一服一仰。 声嘶力竭。 唱得最后蹲于地上。 几乎卡血。 大家不想。 康总觉得,面前就是一个狼人,一个恶魔,喊到极点,唱到身体四分五裂,五脏六腑崩溃为止,就像电影,胸口穿出一团粘液。 喉咙伸出一只怪手,暴露獠牙,朝天长笑,也不觉奇怪。 异曲结束。 陆总大汗淋漓,接过小妹的毛巾。 妈咪带了十余名小姐,再次进来排队。 陆总冷冷一看,挥手轻声讲一个字——滚。 妈咪怨急,回身对小姐说——出去。 小姐连忙出去。 妈咪说——这位大哥。 陆总不耐烦说——干嘛啊? 赶紧再带人进来。 费什么话啊? 妈咪只好出去。 这天夜里,妈咪一共带进四批小姐,全部让陆总赶走。 旁边谷总,台湾人林先生等等,笑眯眯看戏。 康总走进谷总,低声讲北方话说——这位陆老总,脾气够怪的。 谷总讲北方话说——一回生两回熟,这种,每回一鹤高,就这德性,好几个歌,撒个花。 要的就是这股劲儿,有啥法子呢? 他好这一口。 到了第五批小姐进来,康总实在看不过去。 为陆总、谷总等人,请出几个小姐。 陆总回头一笑说——嘿,真是好。 各个赛天仙,美人儿,快请,请吧您啊。 陆总做一个一个邀请首饰。 特别高兴,陪了康总,一一殷勤安排小姐落座,拉过每位小姐玉璧,搭上客人肩头。 有位小姐抽回手来,陆总微笑,再次上前,将玉璧摆正。 气氛也就缓和。 最后,陆总拖了一个小姐,退回队伍。 康总说——嘿,这是给您选的,干嘛? 再这么折腾,我可走了。 陆总说——别见,我已经有了。 康总说——哪个? 陆总说——小妹啊。 康总说——小妹是小妹。 陆总说——我喜欢。 此刻,跪在茶几前的小妹说——陆总。 我的工作,不是陪客人,是为大家点个倒酒水的。 陆总微笑说——丫头,我就是喜欢你。 过来。 小妹跪于茶几前不动。 陆总变色说——那你就滚! 赶紧滚! 滚出去! 小妹低下头了。 此刻,孤总搂了一个黑里翘小姐说——小妹,陆总的脾气。 你是知道的,也就是陪着说说话。 小费要吧? 快! 小妹勉强起来。 陆总说——乖! 我就喜欢这丫头的白裙子。 妈咪见状,松一口气,带其余人马离开。 陆总对小妹说——过来,先跳个舞。 小妹勉强走到电视机前。 小妹的裙子,经陆总一提,康总也觉得好看。 彭松的白颜色,像旧式舞裙。 康总去年去美国,为女儿买的礼物。 其中一款——Forever 2。 白裙子,才三十二美金。 但是优雅。 音乐一直响,陆总与小妹跳舞,表情舒展,公价保持距离,合乎礼仪。 大家放下心来,各自与身边小姐讲讲谈谈,猜头子,吃酒。 康总刚刚定心。 康太来了电话。 康总逼到走廊里接了。 康太说:"夜里三个太太,约汪小姐吃饭。 想得到吧。 结果冲进来一个女人,跟汉小姐大吵大闹。 原来这个汪小姐,已经让长熟的徐总,弄大了肚皮,必须要打胎了。 康总一下说:"真的假的?" 康太说:"三个太太,全部跟我通电话。 具体说法差不多。 康总说:"要是洪庆晓得,这乃能办?" 康太说:"是呀,是呀。 康总说:"不要外传,到此为止。 康总挂了电话,靠到走廊里发呆。 康总与洪庆多年老友,无所不谈,现在事关男女,事关怀孕,事关面子。 如何是好? 这是男人讲不得的事体。 康总想象不出。 康总想象不出,洪庆得之后,是大发雷霆,追问不休,还是沉默无语。 眼前的走廊,互相交汇,错综复杂,金碧辉煌,滑灯耀眼,像是皇朝巨大后宫。 一对一对小姐,统一子群,御锦相间,一样的胸,一样的腿,妈咪带领之下,有如奔赴寝宫,接受皇帝龙恩的红粉队伍,也像是一支一支奔向前线的娘子军队。 沾于声色,穿梭于四通八达,镜子一般的幻觉迷宫中,无疑是人间幻景。 康总默然回到K房,灯光已经调暗,音乐清幽。 沙发上,男男女女,刚吃了洋酒,吃水果,讲荤素笑话,猜大猜小,闷罐里的头子,咕噜噜噜噜打转,一次次扣玻璃台面,筐筐作响。 兴奋之后,容易倦怠,现在成双作对,相拥休息。 电视墙的一侧,陆总与小妹还是跳舞,跳了快四,跳慢三,最后是慢两步,小妹双目紧闭,相貌柔和,白裙更为肃紧。 陆总前驱,小妹后让,不知不觉之中,越跳越慢,一直跳到墙壁角落。 小妹慢慢嵌进帘部深层,陆总背身朝外,显得高大。 小妹在里,已经弱小,陆一对金莲,两侧裙边,遮挡了身体。 慢舞。 以慢刀陆总身体停摆,停止,不再妄动一动。 从康总的角度看过去,这长长舞,最后舞到了小妹消失,剩下陆总沉默的背影。 陆总像是为开出种种怪异举止,寻求弥补,氧气吐纳,面壁思过。 两个人像是羽花顿梨。 墙角落里,只留了一个悬挂陆总山库的三角衣架。 看到此地,康总苦笑,稳坐沙发,身边的小姐,松一口气说:"老公,太关心朋友了,电话太忙了,现在定心休息。 康总不想。 小姐递过毛巾说,"生意实在紧张。 对吧?" 康总笑笑,看一眼周围。 小姐侧过身体,肃胸汹涌,靠近康总发点说:"不要偷看别人啊。 人家万一做点啥? 难为情的。 康总说,"咋杀人了?" 小姐笑笑。 玉碧从康总胸口溜滑过去,欠一块草莓,送到康总嘴里。 小姐说,"老公,工作归工作,休息是休息,电话不许接了,身体要紧。 康总笑笑不想。 小姐说,"老公做啥生意呢?" 康总说,"我呀,是倒卖军火的,卖原子弹的。 小姐说,"瞎讲有啥好讲的?" 康总说,"妹妹啥地方人,上海话,讲得可以吗?" 小姐说,"猜猜看。 康总说,"我猜不出来。 小姐说,"此地是昆山。 康总说,"等于是上海啊。 小姐说,"叫我讲上海话好吧。 康总说,"学讲上海话,三个字比较难。 小姐说,"三个字,一定是三字经,开口骂人。 难听的,"此地是三好文明单位,有礼貌,讲规范。 康总说,"上海话一直挽三个字,讲讲看。 小姐讲了三遍,呲牙咧嘴。 康总说,"上海人讲,"嘴形基本不动。 小姐在世,"最终一点,一道康总胸口说,"讲得出汗了,实在讲不来。 康总说,"舌头要请师傅碾一碾。 小姐说,"啥?" 康总说,"八个鸟的舌头要碾,上面有一层硬桥,碾脱之后,就会讲了。 小姐拍了康总一记说,"十三。 康总不想。 小姐说,"做上海女人,有意思吧?" 康总笑笑。 小姐说,"前天碰着一只上海妖怪。 康总说,"夭得过这位陆总吧?" 小姐说,"是讲女人,我陪客人唱歌,开心热闹。 外面忽然冲进一个上海女人,拖一个客人就走。 看上去,最多也就是个拼拼,做小老婆也没资格,还想装大老婆的腔调。 真好笑。 有个客人讲,"阿嫂,先坐一坐,吃一点水果,唱几支歌再走。 女人发脾气讲,"这种不清不爽的龌龊地方。 我哪里坐得下来? 要是坐下来,就生龌龊毛病,我绝对不可以坐的。 康总笑笑。 小姐说,"老公,听听看,天底下,有这种十三女人吧? 有这种垃圾吧? 讲句老实话,此地多少干净? 龌龊啥呢? 这只女人,比我干净啥呢? 每天的个人卫生,有我做得清爽,有我到位吧?" 康总不想。 小姐说,"我一看女人,这只面孔,就是蝴蝶般,白带过多。 小姐攀谈到此,康总一直笑笑不想。 康总一直是考虑,愁愁,是否暗示洪庆,但也是男。 此刻,墙角里的陆总,让开了身体。 白裙子小妹从案里钻出来,像是生气了,低头快步走出房间。 陆总转过身来,灯光暗,看不到陆总表情。 康总一拉身边小姐说,"去啊,上去招呼陆总。 小姐浑身一抖,缩紧头紧说,"我不要,我不要。 我吓得,这种妖怪男人,变形金刚一样,我吃不消的。 康总打算起来,手臂让小姐抱紧,动弹不得。 与此同时,陆总拉开了包皮房门,一直朝外张望。 康总初以为,是等白裙子小妹进来,发现陆总笑容满面,寻花蜜蕊,对每个经过走廊的小姐,频频招手。 常有小姐零星来往,由其几只房间,同时有熟客,小姐忙于敷衍,见门内有男人招手,立刻就笑。 此地并不是同楼陌生居民,不是冰冷马路,是天堂社会,大同事件。 男女相见皆笑,满面春风,娟妹可人,也因为记忆模糊,以为是从前江湖恩客,也就让陆总脱了手,走进来,进来就关门,发觉眼前,只是一个热情过头的陌生男人,为时也晚。 陆总笑容满面,居一躬,立刻抱紧了小姐跳舞,旋转舞动,不依不休。 一支舞蹈小姐头晕目眩,舞蹈发婚章第十一,回过一点心神,陆总已经开了门,指手为礼,恭送小姐返回走廊。 这种开门招手,拖进来跳舞,礼貌送别,再招手,带进来跳,再欢送的重复作法,等于让康总看一组快镜头,目不暇接,看得身边的小姐,一样七昏八素,眼花缭乱。 小姐说,这副样子像啥。 康总说,啥? 小姐说,电视里,有一种吓人的非洲长矛蜘蛛,躲到黑洞里,头顶有一扇小门,只要外面有动物经过,门一开,拖进来再讲。 康总大笑。 小姐说,这只男人,是真正的宝货。 胃口太大了,太怪了。 康总笑笑,眼看陆总不断带小姐进来胡调,转圈子,小姐的裙摆,时影时现,有的惊叫,有的发痒,有的风骚。 最后男陆总恭敬送出,鞠躬,笑容满面。 直到白群小妹进了房间,陆总才静下来,回到沙发,与小妹并排坐定。 你浓我浓,情话无数。 K房的风景,此夜因为有了陆总,注定是特别。 康总松了一口气。